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享单车企业挪用上百亿用户押金的行为 已经是业内人士的共识 美团今年4月份以27亿美元收购摩拜尘埃落定之后 双方具体合作方案始终悬而未决 这种种现象让人总是担心 但是结果确实令人惊喜一场 7月5日上午 摩拜官方宣布 即日起全面接入美团APP 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无门槛免粮 同日还正式发布摩拜首款助力车 推出车辆回收管理方案 合作方案的细则是 摩拜上线美团APP首页刺激入口 与大车和民宿等服务同列 为此 美团首页还有摩拜联合微信支付推出的七型红包 对此次合作方案的实际落地进行推广 可以说是可喜可贺 那这个和今天感动我们的押金又有什么关系呢 答案就是免压引流 流量才是王道 双方此次合作的主要目的是流量的互相引入 根据摩拜数据 6月初推出的百成无门槛免压 以覆盖1.051摩拜用户 并为摩拜带来1500万的拉新效果 而全国无门槛免压 将覆盖的用户数超过2亿人 如此大的流量引入 对美团后续的发展 无疑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那2亿人将近600亿的押金缺口 又将怎么解决呢 李玉成表示 摩拜将通过探索新的精细化运营方式 探索押金的替代保障方案 这个答案倒是让人逗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共享单车的运营成本一直居高不下 这一下子全国免压大放血的做法 着实让人喊了心惊胆战 而面对摩拜的这个策略 估计 Poto Polo单车 小蓝单车等 其他共享自行车企业 都已经哭晕在厕所了吧 因为美国内用户对共享单车大多秉持着 谁给我钱我就齐谁的信念 此次摩拜免压 无疑他们又将流失一大多用户 无论怎样 全国免压国一对广大的用户是一次实打实的福利 但是有一点我们也许需要问的 未来出行时间 单价是否会上调 客户端的美团广告会不会疯狂轰炸影响用户体验 我们期待免压金 我们更期待的是 只要真诚 不玩套路 共享单车出行的市场可谓是风云变换 看来已经不是下半场的问题了 明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战场 高高兴兴退了押金后 我们后面也许更多关注的是 摩拜的新品助力车将面临哪些政策风险 摩拜无门槛免压 将给其他共享单车企业带来哪些影响 面对此次摩拜做引流平台的战略 其他共享单车企业又将如何应对与拓举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